歡迎收看台式新聞全球現場 我是張寧 新開機要帶你關心到的是 台中57區在2月18號晚間 發生了兩車相撞的車禍 當中一輛黑色轎車翻覆 兩台事故車一震一反 就好像是醒波一樣 警方初步研判是翻覆的 黑車駕駛闖紅燈 導致了綠燈執行的白車 來不及反應而釀禍 詳細的肇事責任 警方還在理清當中 徐姿路口一輛黑色轎車 不顧紅燈往前執行 就在快通過路口時 另一個方向 一輛白色轎車指使而來 直接攔腰撞上 車禍發生後 違規執行的黑色轎車 正輛車翻覆 白色轎車則是車頭毀損 可見撞擊力道相當大 兩輛車撞成一震一反 就好像醒波 這起車禍事故發生 在28號晚間六點多 白車駕駛31歲 侯姓女子開車行經 台中無期四維路 和大人路二段路口 撞上47歲 寄姓男子駕駛的黑車 白色自小科車駕駛 雙膝挫傷 送醫所信雙方均無大礙 黑色自小科車 初步判斷是違反 後製行駛 疑似黑車闖紅燈 白車駕駛來不及反應 而釀貨 經警方檢測 雙方駕駛沒有酒駕 詳細的肇事原因和趙澤 也有待調查後釐清 不過也呼籲民眾 開車行經路口時 一定要遵守後製 並且減速慢行 以免危險發生 記者台中綜合報導 不超級攝影響 照片 記者椅子 也請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